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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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惊奇的照片 实用的资讯 并且被要求立刻转寄给你的好友 下一次转讯息之前 应该先想想 查证后才能转发给亲朋好友哦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媒体广告与事实 媒体时常出现许多商品广告 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忌 也让人时常出现购买的冲动 有人说 有上电视广告的奶茶比较好喝 所以呢 他只喝某个品牌的奶茶 这是事实吗? 其实市面上贩卖的寒糖饮料都是人工调味 彼此的味道差不多啦 不过有广告的商品价钱会比较贵 因为厂商必须支付电视台的广告费 顺便告诉你 奶茶喝太多是不好的哦 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白开水 电视萤幕里 漂亮的电影明星 一口接一口吃着洋芋片 看起来好好吃哦 他暗示着你 吃洋芋片很棒 可爱的女孩或男孩赶快来吃洋芋片 如果你看完广告 立刻去买了一包洋芋片 但其实你根本不饿啊 或是学校已经发了体重过重单给你 表示你就受到了媒体的影响 做出了不正确的选择 还有一些厂商会在节日时大打广告 提醒你 全世界的人都在递母亲节蛋糕 但是 庆祝母亲节一定要吃蛋糕吗 对于电视广告的内容 我们应该加以思考以及判断 分辨广告的行销说服技巧才是聪明的消费者哦 相同的讯息经过不同的大众媒体传播也会产生差异 比如说 同一个市长他出访日本 但是不同立场的报纸就会有不同内容的报导 有人会认为 这是增加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并且可以联络日本与台湾的情谊 有些人就会认为 没事你又跑去日本花那么多钱 难道这是非剧不可的吗 还有 对于一个城市的开发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认为 开发台东美丽湾可以再造量力新台湾 但是呢 以环保的立场来说 他们会认为 四子也要守护海洋与家乡 反对开发台东 网路上的新闻你看到的也不一定全部都是真的哦 媒体事实其实并不等于内容的全部 比如说 FB 曾经有这样的新闻 有一名男子在鞭炮摊前面挥棍打人 一旁还有小孩跪在地上 网友在旁边说明 爸爸卖鞭炮被打 少年下跪就父 这个少年是个孝子啊 然而呢 其实真相是孩子调皮 父亲忍不住当街就管教儿子了 网友看图说故事还转发讯息 引起了一场误会 我们生活在媒体科技工具发达的现代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新闻台 一段影片 一张照片 不管什么议题 只要动动手指便能将讯息快速传播 不同的讯息来源或者媒体 往往带有个人的观点 或者抱着特定的立场 我们要学习从不同的观点来思考问题 培养你的个人判断力 影片中自称老大的小孩看起来是一个大坏蛋 不过其实啊 这个是老师和他们套好招有剧本演出的哦 媒体上的影片不论看起来再逼真 要记住你都没有亲眼看见 日常生活中大家容易对性别 面貌和种族有偏见 例如电影中将女主角塑造成柔弱的形象 再上演英雄众美女的情节 或者让白种人是眼天真善良又活泼的角色 黑人则扮演邪恶贫穷无恶不作的坏蛋 其实皮肤的颜色和行为道德无关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主角 你不一定要追求更瘦更美或更帅 因为并非只有外表帅气的人才有价值 照片中这位是陈树菊阿嬷 多年来她以个人名义捐出了新台币将近一千万元 作为慈善用途她得了非常多的奖 她就不是一个以外形为第一追求的人哦 生命的意义绝对不仅仅只有皮肤的深度 网络上的讯息包罗万象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辨识才不会被讯息所淹没 对于不同性别种族与外貌的差异 我们除了要尊重和彼此包容之外 也要学习从不同的观点分析问题 利用媒体资讯而不是被资讯利用 才能独立学习拥有批判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辨识偏见建立正确的观念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使用媒体的同时 也请你要注意眼睛的健康 才能让我们看得更多更久更有趣 谢谢你的观赏 让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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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